第一个指法 首先第一个指法 是右手的中指来弹的 是勾的动作 我们先要放到古琴的第一根弦 来 准备 勾 二弦 勾 第二个动作是 大指要捏在食指的侧面 中国古人把它比喻为 龙眼变成 凤眼的过程 没错 是这个感觉 调七 调六弦 准备弹 弹得很好 接下来我们就教你们弹一个滑动的弦 这个是用左手的中指来按弦 刀在石灰 一弦在石灰 滑到第九个就是刀滑到R 哦 我们来试着弹一个琴曲的片段 我们来试着弹一个琴曲的片段 在这个次宇集 liberated 但是很有影响 只顺着弹一个摄争 阿姨不就在那里 也不知道 很快 嘗嘗嘗嘗 有点快速 没错 但我好像被捞到 我认为是会很困难 是的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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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五 一 五 再来一遍 一样的 哦 写的非常不错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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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您学这个多久 而是为什么开始学呢 我学古琴大概有七年多 但是学古琴之前也接触过其他的乐器 带我走进古典音乐世界大门的是 其实就是肖邦 后来才这个 比较喜欢听古典的音乐 然后后来也喜欢上古琴 古琴属于中国的古典音乐 所以我觉得音乐呢 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 古琴的音乐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 它也是中国的特别语言 希望越多的人来接触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音乐 多接触世界各地的音乐 都是非常美好 谢谢老师今天的教训 我们以后可以在过年的时候 给亲戚朋友表演 哈哈哈哈 我经常给我的音乐 如果他们很多人感到最好 找到的音乐 也会有其他想法 就是词曲音乐 和音乐 和音乐 一样的音乐 这些音乐 就是如此 和音乐 也在此之后 我们在中国的音乐 在中国的音乐 我们的音乐 和音乐 和音乐 的糖色 糖色 和糖色 完全全是融化的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透過音樂 透過音樂也能不能通過 同樣音樂